會說其實從二月到十月的部分 中國都沒有太嚴重的通膨的問題 可是我們看到十一月 就是上個月的時候 整個所謂的CPI指數 又上升到零點五到零點六的這個指數 剛剛殷老師有談到說 中國在面對資產 可能泡沫危機的那個碰觸點 或許第一個是所謂的經濟成長 可能保不了八保不了五 經濟成長停滯之後 第二個也許是所謂的那個貨幣政策 你怎麼看就是說 因為臺灣有很多包括台商 包括投資者像基金買股票 在中國大陸這一部分 如何去思考那個危險點是在哪裡 我想現在這個危險點 大家都應該都注意到了 比如說我問了很多這個 不管是台商在那邊做不動產的 或者是他本身是做投資的 他們已經僅遇到現在的房地 他們認為說是的確是偏高 因此他們現在已經知道說 都是不遺下手的地位 都在旁觀 那加上政府有這些動作 那大家看政府動作 那是在大陸是一定要看政府動作的 你不跟政府動作走 你會死得很慘的 我想這一點 我大概都清楚了 所以蟒動的情況 應該不會發生 可是王黨我請教你 然後我們比較大的一個疑問就是說 理論上雖然中國現在經濟發展很高很快 理論上中國還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理論上是 然後因為是中國共產黨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這樣 可是我們看到似乎中國的貧富差距的問題越來越大 也就是說極少數的比較有特權的 用資本獲利的這個階級呢 是已經影響到大多數的中國人民的民眾 中國政府真的是容許這樣的行為發生嗎 我們來看看包括基尼系數啦 它是主要統計是用那個低收入戶的 這個佔總人口比跟總收入比的這個系數 總而言之呢 06年的中國的基尼系數是0.496 然後這個78年是0.377 那這個意思是說 如果超過0.4的話呢 就是警戒值到0.6就很危險 中國現在基尼系數 這個所謂的貧富差距呢 是已經超過警戒值了 我們看到貧富差距06年呢 最低20跟最高20呢 這個其實占總收入比呢 這個其實是都很嚴重 很嚴重的情形 包括說財富分配的情形 百分之中國0.4 百分之0.4的中國人民呢 是掌握了百分之七十的中國的財富 然後日澳呢 是百分之五的所謂的人口呢 掌握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的 日澳的總資產 換句話說 中國是極少數的有錢人 掌握了極大的資產 然後呢 財富集中在富人的速度呢 是全球的兩倍 財產上億呢 只有三千兩百二十二個人 就大概只有三千多個人 他財產是上億啦 這個億是人民幣 可是這三千多個人呢 百分之九十一都是高幹子女 換句話說都是特權分子 然後呢 這中間就有兩千九百多人 貧窮縣的人口 零五年是兩億人 一天呢 大概生活不到一點二五塊美金 我想問的是政治問題 中國政府真的能容許 這種少數的特權資產分子 在壓迫絕大部分的中國人民嗎 當然容許 當然容許 我原則上認為 中國今天出現的貧富差距 是政府有意造成的 或者說這種貧富差距 才是它經濟增長的秘密所在嘛 其實你把時間回溯到 中國改革開放的初期 你從它整個經濟改革開放的 策略設計上 很早就開始預先埋下了 貧富差距的伏筆 就是我們知道中國經濟改革一開始 鄧小平就講得很清楚 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哪部分人先富起來 誰來決定這部分人先富起來 這部分先富起來之後 如何取得社會平衡 統統沒有 這個基本的策略就是 犧牲社會公正 來拉動經濟的高速增長 你要不然你憑空從那裡去抓資源 來刺激經濟高速增長 它整體的改革的總體設計 裡頭一個必然的成分 就是一個貧富差距的拉大 或者不明白講的 就是資本原始積累 但西本還是走的那個部分 所以我想今天出現這種貧富差距現象 這是非常順利成長的事情 某種程度上我還是講說 它反倒成了一個經濟成長 基本動力所在 所以當然現在政府也有看到這個問題了 所以胡錦濤上台以後要講和諧社會 那你這個有個問題就是你經濟增長越快 其實你越沒有精力和資源來重新做社會資源的再分配 換句話說你只有 slow down 讓你的經濟基礎 讓經濟增長速度低 你才能有餘餘來重新做這種減少貧富差距的這種資源再分配 但問題是它又不能slow down 它slow down就會像殷老師說的 對 其實我和一支中國政府批評著 我還挺同情的 因為真是兩難 那我真的請教你 然後就是那麼多的民眾 我們看到說05年的時候 當然因為中國資料不太好走 我們也希望找新一點的資料 可是2005年的時候 兩億人是在貧窮線以下 一天大概大概就是台幣三四十塊的生活費這樣子而已 真的不會導致更大的一個社會問題 甚至政治問題嗎 嗯 錢當然還沒有了 其實你比如說我們說北京呈現一個繁榮復興 那我去北京我有朋友在大興線 你到大興到蜜云那邊就有穷得不行了就 你還不用說到很偏遠什麼魯西南那些 你就北京遠郊區已經就完全是兩個世界了 它這種經濟發展的策略 它跟其他的社會各項社會改革不配套 它就等於把中國分成很多不同的世界 其實我們已經出現七八個中國了 各種不同層面的中國 我覺得這是完全是就是改革策略的問題 你必須從基本的你的改革思路上去做重新調整才可能 這根本不是說你壓一個房地產價格能夠改變的問題 但我的問題是不會成為執政者很大很大的一個壓力 現在已經是很大壓力 你比如說現在大規模的上訪群體 已經是社會不動盪一個因素 現在農村發生的大規模動輒上萬人的群體事件 很多很多就是因為土地拆遷問題造成的 這都是由於這種經濟改革策略導致的這種結果 所以當局其實很緊張 那經濟上當然很繁榮 實際上在社會其他各個領域當局是緊張的 董事長你怎麼理解貧富差距在中國的問題 我是說你在深圳一定看到很多有錢的中國人 當然一定看到更多很窮很窮的廣東啊這些中國人 因為我的工作的關係 我經常到大陸在40多個城市經常去講課 或者到巡迴他們各個一些工廠或者是他的分支機構去講課 確實我發現到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啊 那這個大局是不是由王安兄講的是這麼嚴重啊 當然我看到一些改善當中 我當初我記得我早期去湘潭的時候還是非常落後啊 這個吃碗麵還找不到一個像樣的館子 但我最近去的時候改變了 那我們看很多農民啊 農民我們算是有機會接受到比較低階的農民啊 像他們你看他的房子 還有他的一些基本的家庭設施上有在改進的 我是覺得從山農政策開放以來 我是覺得他們也重視這一塊 就是說假如今天農民 這大部分農民裡面假如沒有一個很好的政策 或者在稅付方面 或者在政府的支持部分 沒有提升的話 確實的問題會如你想到 他是隱藏這種地雷 那結果我知道像四川省 他們的農科院裡面 他提播的這個六七百億的農村補助的方案裡面 我看他在造民或者地方的設施裡面啊 因為他們農企業 他也希望台灣跟台灣造民設備可以做一些合作嘛 所以我有機會參與他們的一些討論啊 那我發現他們也希望農村裡面能夠富起來 達到和諧社會裡面那種平衡點 只有這裡面我在想法說 可能沒有這麼快 因為可能我們在台灣 我們太習慣台灣的這個平均的儲蓄率 還有貧富之間的差距就很接近 中國這邊隔這麼多年 那要慢慢拉近呢 我是覺得有點困難 但是這是要有一點時間的 那政府你們怎麼緩和 比如像這一次 但是它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buffer 一個緩衝機制 沿海因為金融海嘯之後 很多人回到農村裡面去的時候 農村還是大量吸納了一部分 無法適應在城市生活或者是勞動階層的 回到農家種田 我們從東莞 我們從很多地方看得到 所以農村台灣也是一樣 早期我們在不警惕的時候 因為剛才櫻老師談到泡沫化的時候 金融228事件的時候 我剛好在做房地產 我就是北區房屋的總經理 你有遇到228 我就碰到金融228 最寒冷冬天我是經歷過的 那時候我們還是有辦法解決它 因為我們跟不接受金融法規範的 農會 漁會 信用合作 我們跟它代款 我們還是可以解決掉 因為民間還是有資金嘛 也說我相信中國在農村裡面 像他們也這麼多年逐漸累積 他應該在財富上 可能很多從打工帶回去的 很多自己農產慢慢累積 因為交通方便 他東西可以慢慢運出來之後 他財富我覺得應該是逐步逐步在接近 但是沒有想像中這麼快 可是我們除了關心中國資產 會不會有泡沫化之外 我們更關心台灣的資產 會不會泡沫化 現在台灣的房地產飆漲 特別是都會區房地產飆漲 最最重要的原因是 大家說兩岸關係和諧 和諧真正的意思是說 因為中國大陸的資金會進來投資 台灣的房地產 所以台灣的房地產才會節節高漲 我想問的是說 為什麼中國的錢會進來投資 台灣的房地產 中國的這些有錢賺到錢的 不管是他叫資產特權分子也好 或者是說企業家也好 究竟他怎麼樣看待台灣的房市 他實際的作為會是什麼 而台灣又面臨到中國資金進來之後 可能的影響以及風險 我們來看看台灣兩岸之間的 房地產泡沫化的危機 兩岸關係回暖 對岸商人炒熱房市 帶動景氣的風氣 我不想到目前為止 一輪 我們來看